我曾經開玩笑的說 在台灣當文青很累 因為每個週末的音樂季、展覽、演出活動都特別的多 所以如果你還想把復仇者聯盟這種熱門電影給看一遍的話 哇!你根本就沒有喘息的時間 我是上班不要看的呱吉 我今天要來跟大家聊大港開唱的問題 在這麼多的藝文活動裡面 高雄的大港開唱是一個十分特別的存在 它是台灣現存規模最大的兩個音樂活動之一 不論是這個發展的歷史 改變的人文景觀 參與的人次 都是台灣近十年的最高表現 你幾乎可以說它是台灣樂團敬竹的聖杯 大家都希望自己有一天可以被邀請參加這個盛會 但是毫無預警 卻也不意外的 他在今年的9月11號宣告終止案例 主辦單位說 他受到了這個市政府和議會的刁難 但是也有議會與社會人士質疑大港 他佔盡了好處 例如前國民黨立委孫大謙 他認為大港開唱 已經拿了高雄市政府十年五千萬的費用 按照慣例不可以再有任何商業售票的行為 高雄市議員邱宇軒認為 高雄市政府長期補助大港開唱 卻不能擁有大港開唱的品牌權利 顯然有違反公平的弊端 他們質疑的臉洋洋灑灑 把這些罪狀一一羅列的話 搞不好十分鐘都還講不完 不過 許多建立在抽象感覺上的論點 其實不會有趣 根據高雄市的表演藝術補助辦法 裡面完全沒有不允許商業售票行為的說明 台灣絕大多數接受政府補助的藝術表演活動 都是有另外售票的 政府的資源有限 很少有補助全額的演出 任何藝文活動的主辦單位 都得要自酬裁員 我小時候搞小劇場的時候 我們也常常拿文化局教育局 五萬塊錢十萬塊錢的補助 但是不夠 所以我們還是得另外售票 這是十分常見的一個狀況 當然開唱據說活動的總預算 是在兩千到三千萬之間 市府補助五百到八百萬左右 不售票你要如何辦好活動呢 市議員也有質疑 票價從十年前的五百塊錢 漲價到今天的一千五百塊錢 似乎在暗示主辦單位 這個戀財不知節制 但十年前的活動內容 與今日也不可能相提並論 音樂節本來就是看錢辦事 有錢你就能找更多的樂團 更大咖的表演者 設計更豐富的舞台活動 大港開唱本來是一個 民間起頭的藝文活動 大港這名字就是一個搖滾樂團 阿菲西亞他的吉他手所發想 他是取自台語諧音大槓 就是非常充足飽滿的意思 他的確接受政府少量的補助 但是卻不是政府的標案 所以品牌的所有權 歸於創意發想 出力最多的團隊 也是天經地義 大港開唱唱了十年 也為高雄帶來不少實質或無形的收益 今年八萬人次的入場觀眾 大多都不是高雄的市民 我們先假設有五成是來自外地 每個人時速旅遊都花了五千塊錢 就是一個價值兩億的發大財機會 更不要提抽象的光榮感 大港開唱原本是高雄的驕傲 但他不是唯一消失的高雄音樂技 打狗搖滾在2018年辦了一屆 就在今年2019告庭 火球技則轉移陣地到桃園繼續生命 高雄市議員說得很好 拿政府補助的活動不能受到監督嗎? 當然可以 但是支持為市民帶來好處的活動 也是輔惠不能逃避的責任 文化的建立是漫長的過程 但毀滅卻只要一朝一夕 音樂技 它不只是文藝青年的大拜拜而已 它也是孕育台灣未來娛樂文化的基地 許多在這裡因為音樂而感動的年輕人 都可能在十年後變成商業或文化領域的先鋒 有多少現在流行音樂界的重要推手 就是在90年代的春娜與破爛音樂節裡長大 政府的工作不是只有修橋鋪路 還有為下一個十年做準備 各位觀眾大家好 其實這支影片我本來是打算 這個禮拜二或三的時候要上 但是呢 為什麼沒有上 因為大家有沒有發現 其實這個影片呢 其實大概從頭到尾 90%的時間是沒有交的 雖然很微妙 看起來明顯還看得清楚 但是其實是很 專家就一定明白 它其實是沒有交距的 所以是一個不合格的影片 但是因為我這禮拜才太忙了 我一直沒有時間重錄 所以我本來就想說 也許時間過了 搞不好根本就不需要上 但為什麼我決定還是要把它放出來呢 原因是因為在昨天的時候 中天電視台還有一個 大概十萬訂閱左右的小網美 他就特別的把我之前 在半年前大港開唱的時候 影片把它抓出來 原因是因為這 最近這段時間裡面 大港開唱停辦這件事情 在網路上引起了非常多的爭議 那我想有一些韓國瑜的支持者 他們想要透過我的 在半年前的這個表演 來證明這個大港開唱 是一個非常低俗的文化表演 如果你認為大港開唱 是一個不入流的音樂季 或者是文化展演活動 我敢百分之一百二十的打爆票 你一定是一個不聽團 也從來不參加任何音樂季的人 所以老實說 跟你們討論 到底大港開唱 音樂季到底有什麼樣的藝術 或者是文化價值 我覺得根本是浪費時間 因為如果你真的是有在聽團 有在去音樂季的人 你一定明白 大港它在台灣的這個音樂歷史上 佔有一個什麼樣的地位 如果你是一個喜歡音樂的人 而你對大港開唱有一些小小的抱怨 你覺得它有一些營運上的一些缺失 這非常的合理 但你絕對不會懷疑 它在台灣音樂歷史上的一個價值 那也有些人在網路上批評說 這支影片 它沒有辦法給小朋友看 這個說起來就奇怪了 本來大港開唱 就不是一個辦給小朋友的活動 如果你真的很在乎 你家五歲還是七歲的小朋友 在看什麼樣的內容的話 請你記得晚上幫他打開電視 去看橋虎 或者是週末的時候 帶他去看直風車 台灣有這麼多的活動 這麼多的演出 不適合你家的小朋友 你不一定要帶他來大港開唱 也有些人說 我講話非常的低俗 不算是一個入流的表演 老實講 什麼叫好的表演 我剛才也說了 我懶得跟你爭論 因為我不覺得你懂 有一些人 他批評我說 我覺得講話很低俗 言語粗鄙 譬如說裡面講了 非常多 具有台灣本土 離俗感的一些髒話 三個字的、五個字的、七個字的 譬如說什麼 這個話很髒 大家聽了不舒服 太台了 我以後全部改講 他奶奶 你是不是聽起來就舒服很多 如果 我本來講 你覺得很髒 我以後就變成 他奶奶的熊 我相信你一定覺得很讚 你一定就會覺得 優雅 高級 充滿文化 怎麼樣 可以了嗎 激動的地方過去了 我們現在再來談最後一件事情 在大港開唱停辦之後 其實我們發現 有蠻多人 針對高雄的現況 做了很多批評 譬如說批評市長 批評他的支持者 甚至於有人直接講說 哇!高雄一點文化都沒有 其實這句話 我相信很多高雄人聽了 其實是蠻難過的 舉個例子來說 我知道高雄有一個 很棒的電影館 我認為其實那個電影館 它裡面不管是在硬體 還是在軟體 方面 其實我覺得它都跟 全台灣所有的這些電影館 比起來毫不遜色 甚至可能更加的優秀 舉個例子來像我去年參加的VR電影展 哇!全台灣有投入這麼多資源 在這種尖端的科技 然後去培育 然後發展這種 虛擬實境的這種拍片手法 除了高雄電影館 我沒有在其他地方有看到 我認為一個地方是不是有文化 並不是由它的市長 或者是一些腦殘的支持者來決定的 而是由它的市理 或是在地 所有的人事共同所推動 所以在我的心裡面 我仍然覺得高雄是一個很棒的地方 只是很可惜的 就是從明年開始 就沒有大眼開場了而已 那 希望 未來 明年 這個 2020年1月的時候 大家這一次再做出正確的選擇 因為 文化 的累積是很緩慢的過程 但是要毀滅它 只是一朝一夕而已 好啦!就這樣 我是上班不要看的呱吉 忘了廢話講太多了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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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我們影片 提到 有夠好嗎 有夠好嗎 有夠 不是 嗎 感谢观看